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成为让朋友拥有青春幻彩的店家 他集结全台45个志同道合的SPA会馆 为爱美的人落实新生活美学 我的概念是从A到A家来的 就是说找对的人上车 所以其实这45间店家都是业界非常优质的 利他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让客人觉得他变得非常好 然后非常的越来越漂亮 身体越来越健康 那其实他就自然会一直在 我们SPA是一个长期的客户 代表是我们的胜利也代表客人的胜利 我们非常强调无感疗法 也就是你一进到我们会馆 首先你会看到这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 没有压力 然后让人家有很放松的感觉 甚至于你可以不用花钱出国 就有到国外度假的那种感觉 经营SPA及衣学美容领域长达14年 简介是发现SPA目的性都在于让身体放松 但坊间美容馆众多 因此希望区隔一般市场增加美容价值 借助专业检测仪器 追本溯源地了解身体状况 让SPA放松之外 根据满意的美丽效果立足业界 我在创立这个SPA的时候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说其实我真的来做保养 我可不可以做到有疗效的保养 在外国有一种SPA的形式叫Medical Spa 它就是讲究疗效的SPA 那其实我想创造的就是跟疗效有相关性 那我希望用数据或仪器来告诉我们的客人 我的进步是可以被量化的 我的美丽是可以被量化的 我觉得品质是要给消费者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此当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 台湾高浓度的细旋浮为例 PM2.5是引起过敏肌肤的元凶石 它就特别引进美国最新研发技术 全面代谢皮肤中的污染物质毒素 PM2.5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买害 这种买害 那它的颗粒非常的小 那它的单位是用PM来做计算的 比如说汽车来遭的废弃 然后空气中的粉尘 那还有就是像二手烟 这些都是属于PM2.5 那其实在早期我们都只是觉得空气不好 可是很多人忽略了 其实PM2.5这个成分对皮肤是有伤害性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在做保养 但是却没有把这些有害物质从皮肤移开 那他们在做了非常多的保养的时候 甚至让这些成分跟着你的皮肤一起吸收 我们SPA就是针对这样的事情做改善 就是我们脸部很有特色的医療程 为了将健康活力幸福喜乐的意向 传递给在都市生活忙碌奔波的我们 严格把关真材实料 并特别奔走世界各国取经 带回多项专利保养系列 我们SPA来自于各地很有名的配方 我们结合不同国家的 比如说东南亚的长项是手机 那欧洲的长项是产品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这边的人可以做到 用到很好的产品 用到很好的手机 总共是的人是花了一整年的力气 在他们帮他们找新的素材 新的调程 到世界各国找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一年至少会有两个新的课程 或是新的东西 它会去推陈出新 里面有一个特别是一个 黑绝可可的身体放松的课程 它可以不用洗 而且可以经由放疗师的手掌心的热度 它可以变成是按摩油 我觉得女生闻到巧克力 都会觉得心情会很愉悦 会觉得很放松 对于遍布全台的SPA G点 总公司以越训练越考核 来确保每一位放疗师的专业 落实标准SOP 我们每半年有一个大型的教育训练 然后我们聚焦一个很大的主轴 在这一季里面 我们的主轴要让客人病日如归 我们有教育训练部门会到点 去要求考核他的手记 所以其实这样的要求下面 我们每一个人的证书会是名副其实的 透过专业方瑶师的专业分析跟判断 然后帮他做一个客制化的服务课程 希望来这边可以摆脱高压力的束缚 也可以得到身心灵的放松 来我们的会馆可以让美丽不再有压力 然后焕然一新的走出我们的会馆 美丽不只是外表 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美 走进SPA会馆迎来喜乐的第一印象 疏解压力 复苏体内能量 值得每一位追求美好的你 UNI4 新店中心馆 欢迎爱美的女生来这边宠爱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